认可也获得个超高的 微博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孙怡其实有很多在 来 请照顾一下右边的朋友 来看一下右边 我们的微博红毯子 贴了一抹清澄和亮丽的色彩 在2019年到 这支林俊杰的身影 他这个行走的CD 好 请这边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正前方 角色在我们的微博上 也是持续的引起了讨论 并且我知道在 周冬宇在2018年特别忙 并且2019年一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忙起来了 博利斯社的演唱会 所以我来到这个 鸟长演唱会的现场的小伙伴 就感觉到了花花那天晚上 真的是连续极晚 给我们带给我们带来了 非常非常多的惊喜的内容 当然2018年对于他来说 也会有一些 对 看一下中间 看一下左边吧 左边有美体老师 对 左边 好 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又有一些新的发现 让我们发现了 待会儿要告诉一下他 来看一下我们在右边的媒体 在这个热播剧《沙海》当中 在这个《斗破仓球》当中 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大概这两部剧呢 刚刚提到的说 在2018年我们最火热的剧《沿洗攻略》当中 可以说是《沙沉曼》 真的是贡献了非常非常棒的演技 这个贤飞的角色是深入 好 再一次欢迎 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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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今后再一次 黑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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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的冬奥会呢 可以说是大金老师拿下来 黄儿